好 再来带大家来看到 这几天成为焦点话题的 就是关于这个联盛文 要不要选台北市长 大家很关切 好不容易说到 快乐快乐要宣布了 结果就告诉大家 他买了康师傅的TDR 但是也拿了退佣 虽然联系人马 所以不过退到两万多块钱 但重点是 这整几时间最后倒霉是谁 永丰证券的一干人的 这个就是离职的离职 重点是坐牢去了 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原来发个TDR 那个顶心四兄弟 还真的很会做人 还把佣金全部要求给退回来 这一退不得了的结果 现在变这样 但是我们要问到的是 这个消息来源 完全是来自于所谓的 检调的笔录 那这个笔录 为什么会成为特定媒体 在这里作为打击 特定对象的一个方法 手法呢 我们先请纪委员带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是检调之间的常态吗 菲检说到呢 这二月就症结起诉了 不可能是检察官泄密的啦 最有可能是律师月券的时候 引致让笔录去外流 是这样子 他这样讲也不一定正确 律师他干嘛就要对外来泄露呢 当然相关的当事人很多嘛 这个同案被告相当之多啊 刚刚还听说 可能是有相关的当事人 可能不服嘛 那就是阶级爆料 那换句话说 我看刚开始有人在猜测 是不是要对于 我们的联盛文参选来做一个 不管是分化也好 或是可以打击也好 政治一谋也好 不管 那现在的联盛文说法就是 可能是对于顶心为家 他们的一个不满 所以这样看起来 我们如坠入无礼物中 一方面就刚好 大上我们联盛文要选 台北市场这个一个敏感时刻 二方面刚好也是 我们康师傅也好 TDR的一个问题 加上之前卫权混流的问题 黑心油 最近这么多的事情 这个混在一起 从外面看真的是看不清楚 那不过今天早上有特别 透过关系去问一下 聖文他们的 没有问到聖文本人 问到他的助理 他讲说他 他可以讲说问心无愧 他没有否认他要买 他就 他本来过去 过去 他就要金融界 他本来就有做 投顾跟证件投资 那很正常 那是他的专场 他第一个他合法 我先讲他说他合法 他当然问心无愧 他当然合法 因为除了这个康师傅的TDR之外 聖文过去有很多很多的 新挂牌的案子 他都会去投资 还有第二点 他说他任何一笔 都有做财产申报 所以他今天去检验 是 不过他也 不过他也希望说 应该 简单应该说明清楚 但他不应该用这种 寒烧这种方式 这个案子听说 已经移到院方了 那时候其实北京 不需要出来讲 那他干嘛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出来讲 如果你没有 不是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 你就不要讲 如果你去哪里 谁有 怀疑 你就查嘛 你可以分他 简报嘛 我们现在常常不是有流行 简报侦查嘛 赶快分个他之案 查说到底是谁泄密嘛 对不对 或是有其他的设计 其他步伐 再说很多的 有些最壮事 要告诉哪论 也不是说 如果说没有人提告 也不是说一定可以查啦 所以我觉得别简多此一举 多此一举 不过我是觉得 其他的案子怎么样 我不晓得 但是这个案子 我们的林胜宇先生 有一点实在是委屈啦 好 持门亏吗 我不晓得怎么讲 那要选取了 事情一大堆 不管是有心无心 或是政敌所做的打击动作 那不只是他喔 他连带 害得我们中央还背着黑锅呢 中央 点点没事情 人家说拍的也就成了 中央根本没做什么事情 还有你怀疑到 会不会你们自己同志搞的啊 所以现在坦白讲 连中央都有苦说不出 哑巴吃黄脸 也不能像贾安官跳出来说 不是我 都不能跳出来讲 你跳出来人家说 你为什么对他入座 本来就没有啊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现在惹到尘埃了 但我相信 真相终会大白 希望 检调不要说这样到处放话 你觉得真的有怀疑 涉及到不乏 那你就先查 好 为什么不查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谢谢委员 所以才会说 你又不好好的 说你要查 但你又出来开个记者会 然后现在呢 现在委员说 党中央觉得吃闷亏 但重点是 党中央到底你们在做事 我们也看不出来 每次都说是闷亏 他们都不能主动积极 有些作文嘛 实在也不知道 要怎么做评价才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再来谈